北京时间8月23日,雅加达亚运会女排比赛继续进行,中国女排与韩国女排在小组三相遇。 朱婷与金阮景的直面对决,成为本场比赛一大看点,由于该组其他对手实力不变较弱,故而这场比赛谁能获胜,谁就意味着最有可能成为该组的投名。 最终凭借着朱婷,袁新月的出色发挥,中国女孩3比0击败韩国,成为小组第一,三局比分分别位25比21,25-16,25-16。 这也看得出来,韩国队仅仅仅持了第一局,后两局没有太多抵抗能力,其中,朱婷空下18分,袁新月拉到12分,摇迪传球到位,分配球更合理,本场比赛它的作用至关重要。 而韩国头号球星竟然紧空开15分,未能帮助韩国队逆袭,也没有给中国女排造成威胁。 赛后,中国女排球迷纷纷发表评论,只想到中国女排国家队和新队长朱婷带领队员打韩棒绝对会赢,没想到会打得韩棒满地找牙。 太过瘾,刘晓彤进攻毫无特点,成功率太低,袁新月软弱无力。 其他上场球员都很称职,曾春类可以退休了,几乎下不了球。 龚翔与医患吓他,唱面立刻好看了,而李盈盈完全可以取代刘晓彤首发。 本场比赛期不大的时间太短了,没有太抢眼的表现。 可见,中国女排球迷还是逼平过刘晓彤,曾春类的表现,而李盈盈打替不太过可惜。 况且刘晓彤自一发挥并不出色,超新兴,李盈盈尽得。 两分,空人有一身能力,却得不到太多机会几乎和登场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